台南安町在地企业当市長翁高雄 为了回馈向你和先进企业社会建议 关键了一台资金勘扎车 让市有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安町分队 让小翁宁愿意在一项救灾 可以有效率来一项勤务 今日市长会提供代表修正和办法招牌 感谢企业和先行来做国庭 在台南安町新三环保成家用品 企业当市长翁高龙 为了要回馈向你和先进企业社会建议 关键了一台资金勘扎车 让市有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安町分队 今天邀请市长会提 立委丹典会 副业长林志典安町副丁 和座位市业团人 最后会进行关键医生 由市长会提供代表修正和办法招牌 也感谢当市长王高龙的行业绩 教授好地方 他们武汉子建认了一部勘灾车 价格大概160多万 那这个价格是非常好 可以看到它车身很高 那所以在如果碰到需要涉水的 或是需要这个面对崎岖不平大路的地方 这部车都可以克服预选无疑 那消防弟兄除了有非常易高人胆大的 这个卫民这个技术之外 卫民来这个救难 紧急救难的技术之外 也需要好的装备 所以好的装备配上训练精良的人 就可以保障市民朋友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关键仪式当中 当市长王高龙标识 因为在八八风灾看到村民 受到饮水困在家里没得到酒衣 因此在杉亚安定消防困队 有需要一台抗宅车来拖救生庭 让消防人员在这些救灾 可以有效率来进行勤务 那些八八水灾时 我们整年水盐也有狗管 刚才整年我们有一个要打拔 没有人去拔他 所以到这里叫二母车来载 但是我发现我们安定 我减少一台这台车 就是这个勘灾车 可以拖救生庭 因为像那几年前 我们10分家有很多人去挑 他们都要用小红车 去拖这些什么地方 这机动性很差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时候 清材有水灾 所以像后面粽子弹下去 减少可以去救人 可以带人 给他很方便 事务小红车表示 当市长王高隆在新冠疫情期間 关键大量风雨物资 让在地的机关、客户和重灾区 这次关键配备 有学会人情脱传过 LED金市町 金布去到无散电影中装备 总结台新代表165万 除了保障市民 生命财产安全 也希望可以放弃社会议数 共同道理、共同行列 记者、肖建伟安定 哭唱哭哭哭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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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